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我们来谈一下水温 夏季其实这两天的水温 像我这边的水温都非常的高 就接近28度以上 那其实呢 如果在水草钢铃头理论上水温要把它降到 27 26度左右是最适合的 那当然如果你开冷水机的话 就可以达到这个温度 那通常现在我现在是把它设定在28度左右的温度 但是28度尽量不要超过30度 超过30度水草对水草不是那么的好 目前以28度左右的我的现在水化完成的 这个叫圣甲虫 已经开始开始长水中叶了 长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尽量的话 如果你在水温的保持以上 最好是保持在28度以内 就不要让它太热 当然对于你的CO2的量 如果你能保持在28度附近的话 你的CO2的量也可以不用打这么多 在偏夏天的时候 其实水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通常夏天我们的种草都不会这么漂亮 主要还是因为水温的关系 最漂亮的草是在春天 跟春天跟秋天的时候 那时候的环境温度是非常适合种水草的 那冬天的时候要加温 所以呢夏天跟冬天 其实不是那么适合水草的生存 那通常以后你又加了灯 像上面的灯 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之一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让你的水草活得比较好 像我现在是用两个风扇在吹 基本上两个风扇在吹 可以让温度降到大概在28 29度左右的附近 那晚上的时候可以降到27度左右 所以一天大概会在27到29度之间 徘徊棒那个震荡左右 当然啦这个对雨其实不是这么好 最好的选择还是你完全开冷水机 那就会比较好 但是问题是冷水机就会比较耗电 有人询问说冷水机到底 两个月的电费是多少 以前我试过的电费是大概300多块左右 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毕竟它不是一天到晚24小时开 它其实是水温到了假设你设定28度 它开到27度的话 它到29度它就会打开 然后到了29度它就会降降降降降 降到大概27度它就会关起来 还有一个正负误差 那这个正负误差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呢 如果你需要冷水机的话 那尽量就是设定在27-28度附近的水温是比较好的 这时候光合作用的效率也比较高 然后你的水草也会长得比较好一些些 尤其是怕热的品种像莫斯之类的 它其实就不是那么喜欢的热 或者是迷你矮珍珠它也不喜欢热 这种温度下对它来讲是有点受不了的温度 那当然以后面那个 我现在长得乱七八糟的水栏 是非常适合这种温度的 它现在已经长成一片森林了 而且速度很快的时间内它就长成一片森林了 那主要环境非常的适合它 那黑土也充满了养分 所以其实在对于这种比较好种的品种的水草之类的话 其实像水栏是适应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所以当然水栏基本上你撑到二十九二十八度系以上 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它的品种而言 当然对有一些品种来讲 就不是那么适合那么热的环境 像现在我的前景草还没有长得很齐 现在才开始往外长 那其实呢现在慢慢往外长的状况下 也跟环境温度有关 像这个是那个珍珠草系列的东西 它比较怕热一些些 但是它还好 这个还好 OK 那过一阵子 这两天要修剪这个水草 你看它已经攀到旁边来了 都已经爬到旁边 这些事情都要修掉 让它往上长 那你看后面的那个没有那么红的感觉 其实红就是因为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用的黑土是充满着淡元素 淡元素就不会让你的水草偏红 虽然有加铁子 但是还是会感觉是那种棕色棕色的颜色 除非它的下面的养分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才会产生那种 红色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想要养红色的水草 还是建议不要用黑土 或者是用旧黑土 就是那个养过半年或一年以后的那个黑土 去种植效果会好一些些 OK好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改天再聊其他的话题 我们聊聊吧 下次见罗 拜拜